大部分胃着母乳的妈妈们都应该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打了疫苗的话 那些抗体可不可以transfer到宝宝那边呢? 如果可以的话 那打了疫苗之后胃奶 宝宝得到的抗体 就和打了针一样 究竟打了疫苗获得的免疫 和宝宝与母乳获得的免疫 有没有分别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 Health Coach 欢迎你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我老婆生了不久 现在还在胃着人奶 而妈妈群来不来就有妈妈问 胃着母乳的时候要不要达生肝疫苗呢? 打完疫苗会不会继续喂人奶呢? 患的话可以全抗体给宝宝 那打完针 喂宝宝喝人奶又不有奶钱呢? 等等的问题 而我又怎样看呢? 那我们先看看关于免疫力的问题 免疫力有分四种 而宝宝从人类获得的免疫 叫天然被动免疫 Natural Passive Immunity 就是说可以直接从妈妈人奶得到抗体 不理妈妈是从打了疫苗获得的免疫力 就是人工主动免疫 或者自然从一些病康复了 就是天然主动免疫 例如生多水痘而得到的免疫力 都是妈妈的身体自己去制造抗体 然后从母乳里面传这些抗体给宝宝 那宝宝就有免疫力了 所以回到刚才的问题 打了疫苗后的免疫 可不可以transfer到宝宝呢? 答案是可以的 但是宝宝得到的免疫力是暂时性的 因为抗体不是宝宝身体自己制造 是妈妈制造之后传给宝宝 如果宝宝停了食人类之后 身体里面的抗体就会慢慢消失 所以宝宝出生之后 他们都需要打其他疫苗 例如北日咳、BCG、Bluvina等等 因为妈妈的抗体 只可以保护宝宝一段时间 而宝宝始终一天都会停脸的 所以 我们的身体要去学习 自己制造抗体 才可以真正保护自己 至于新居疫苗的话 CDC和很多政府都鼓励孕婦和哺乳的妈妈打疫苗 来保护妈妈和扶宝 决定要不要打是你自己的选择 但是你要知道的是 和打其他疫苗一样 BB只会在饮母乳期间 才得到你的抗体 虽然有提过新居疫苗 说给哺乳的妈妈是安全的 但是任何疫苗 都会产生敏感的可能性 像食欲那样 就算普通的paracetamol 都会有人对他的成份敏感 而刚刚出生的BB的话 好像一张白纸 没有任何参考记录 所以如果打了之后 胃母乳的话 就要分外小心了 而我觉得 与其靠妈妈母乳的 暂时性的抗体 不如提升BB自己的免疫力 健康强壮的身体更重要 我们可以透过 第一 妈妈的饮食 哺乳的妈妈吃什么 BB都今次吃 摄取健康的脂肪 蛋白质等 在哺乳期间 给BB一些身体需要的原材料 去建立好的免疫系统 第二就是透过BB的食物 当断奶的时候 确保BB的食物 有足够的蛋白质和脂肪 我看过很多市面上 大部分买的BB食物例 就只是菜和米饭打成糊 再不就是水果泥 真的不够营养 其实每月里面有脂肪和蛋白质 反而开始吃食物泥的时候 BB只得到大量的淡水化合物 没有脂肪等的原材料 身体又如何维持制造好的细胞呢 其实跟我们成年人都一样 要先注重自己身体的健康 我们控制不到 什么时候又有新的病毒来临 或者去又什么时候变种 我们可以控制的是 如何增强自己的抵抗力 首先就是要先减少炎症量 因为如果身体维持在发炎的状态 免疫力会下降 所以既然看这个影片 学会十个简单 但是很容易被人忽略的抗炎方法 准备好强化自己的免疫系统 随时随时都ready去打病毒 这些才是真正可持续来 应对之后任何可能出现的病毒的方法 我们下集的情况下 进屏时阳 这下集完 第二下集完 大家可以放下